云和明精進相 就是精進的相貌 这边提到精進的相貌有三意 第一个 五事为精进相 第一个就是于事必能 这些事情能够有堪能 能够胜任可以做得到 第二个 启发无难 比如说要发心要做什么事情 有的人他是很难发心 如果精进的人 只要是善事 这个心很容易发 再来 志意坚强 意志要坚定 第四 心无疲倦 给的人稍微做一下 好累 没有 我就不想再做了 第五 所做就尽 这事情要做到圆满 有些半途而废的 这个都不足以称为精进 以此五事为精进相 所以从这里来说 就是我们初发心也要很容易发心 只要是好的 未生善 未生善要令树生 对不对 未生善要很快的让他生起来 以生善要令增长 特别是心念 觉得说是善的 勇敢的让他做出来 表现在身口上面 所以龙树菩萨在 十柱毕菩萨论里面 有提到四正情 他的比喻很好 四正情就是四种精进 分成两类 一个是断恶 一个修善 以生恶令树断 已经生起来恶念 我们让他赶快断除 有乳除毒蛇 我们被毒蛇咬了 那应该很快把它断除掉 未生恶 病不生 如欲亡水患 等到犯难成灾的时候 你要来清理 非常麻烦 这是断恶 因为修善 修善法 未生善令树生 赶快把它生起来 如钻木取火 要一鼓作气 以生善令增长 已经生起来的善念 我们要让它不断的 不断的在增长 而不是一直在缩水 如灌溉干过 不容易开花结果 我们要不断的呵护它 让它结成甜蜜的果实 所以发心 只要好的 很快 勇敢的做出来 而且意志坚定 让它成败 不要半毒而废 第二 身心不喜 如佛所说 精进向着 身心不喜故 这在十五卷 一开头 我们就 说了 身心精进不屑喜故 因具足 比利的波罗密 下面又举一个故事 譬如释迦牟尼佛 这是释迦牟尼佛的前生 先是曾经做商人的一个首领 或许是一个商队 当然是一个首领 带着这些商人到显暗处去寻宝 结果遇到罗刹鬼 罗刹鬼就用手挡住他们的去路 说你站住不许动 不允许你再往前走 那世尊的前生 就是商人的领袖 当然不服从 右拳就打过去 结果就粘到鬼的身上 怎么拉都没办法抽离 再打左拳 一样又粘住了 用右脚来踹 又粘住了 用左脚来踹也粘住了 最后用头来冲撞 也粘住了 这时候鬼就问 你现在四肢 头都被我粘住了 你还能怎么样呢 你心里应该止息停止了吧 这个时候 世尊的前生他就说 虽然五肢 就是头 四肢 被你欺负了 可是这只是肉体而已 我的心里面你绑不住 我的心你黏不住 我心那是绝对不止息的 我还是会不断以精进力 来跟你相搏舵 绝对不会懈怠退去 这时候鬼就非常赞叹 这个人胆力非常的大 就告诉他说 你精进力大 你永远不会停止 好吧 放你走吧 行者如是 于善法中 初夜 中夜 后夜 诵经 作禅 其实在很多经典来讲 是初夜 后夜 这要好好精进 中夜应该好好休息 求诸法实相 不过这里讲到中夜 还要再精进的意思就是说 不要睡得像什么一样 就是睡的时候 一样要觉悟一切 就是要正面相续 要求诸法实相 不被烦恼所覆盖 身精进不屑 心也要精进不屑 这名为精进相